当官员有关言论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美式霸权主义 显然是在炮制右翼针对中国的虚假叙事 目的是渲染中国威胁 鼓噪大国竞争 实质是为遏制打压中国找借口 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们无意同谁一争高低 无意取代谁 挑战谁 中方乐见美国发展进步 美方有关人士一再炒作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 恐怕更多是不自信的表现 中国不读美国书 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 中国人民必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不了解美方官员所谓由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全球建立的操作系统究竟指什么 中方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反倒是美国沉迷于冷战旧梦 执着于单极霸权 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 搞小圈子阵营对抗 是国际秩序的最大乱源 我们始终认为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美关系中存在一些竞争因素 但不能以竞争定义让竞争主导整个中美关系 中方不回避竞争也不惧怕竞争 但竞争应当是良性和健康的 而不是零和博弈赢者通吃 更不是无底线打压对方恶意对抗 奉劝美方不要挖空心思 炮制新名词 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错误的叙事 再怎么包装也欺骗不了世人 美方应当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 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切实将拜登总统的承诺落到失处 同中方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推动两国关系 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